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馆长聊影,我是张馆长,今天我们来介绍一部经典的二战史诗电影《虎虎虎》,本片由美国日本两国合作拍摄完成,导演是美国人理查德·弗莱彻,以及日本人喘田力雄和身作新二。 电影的故事开始于1939年的8月30号,这一天在日本长门号战略舰上正在举行庄严肃穆的就职仪式,新任的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接替卸任的吉田善吴,因为经常抵制陆军马路的政策,有传言山本有性命危险。 甲板上,军官们小声地谈论着这位新上任的指挥官,镜头前排左二的人物是日本王牌的飞行员,渊田美金雄。 新老两位舰队司令官谈论其眼下的局势,吉田善吴强烈反对日本与纳粹德国、意大利结成同盟。 山本对此表示复议,在东京的内阁会议上,首相禁卫文魔认为日本的政策面临十字路口,中国战场陷入僵局, 美国对日本实施了贸易禁运,面临石油、木材、矿产等重要战略物资短缺。 东条英机等人认为,美国人的注意力在欧洲不必从中国撤军,因此向东南亚进军掠夺资源,以战养战,完全可以实现。 但是,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从圣利亚哥挪到了夏威夷,这犹如一把尖锐的匕首抵住了日本的咽喉。 1940年9月,日本签署三国公约,正式成为轴心国的成员,日本驻德大使莱奇三郎代表日本政府签约。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战争部长史听生见面, 但日本人总是在拖延时间,会谈一直没有成果。 在美国海军总部情报科的克莱默上校向远东司令部的布莱顿上校, 介绍海军最新的情报破译机器,依据最新截获的电讯,太平洋的情况并不乐观。 在日本联合舰队这里,渊田美金雄和一众飞行员精准地投放鱼雷击中目标,获得山本司令的大家赞许。 山本如此看重训练成果,使他考虑到一旦与美国开战,必须竭尽全力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摧毁, 这时已经在盘算偷袭珍珠港。 镜头来到珍珠港,内华达号上正在奏乐和升旗,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金雷尔上将搭乘飞机从空中俯瞰珍珍珠港。 卸任的理查森上将认为,珍珠港狭窄的进口,一旦有军舰在此处沉没,整个舰队都会被困在里面,不如之前待在圣地亚哥的军港。 金雷尔上将同意他的看法,不过作为军人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 理查森提及塔兰托海战,英国皇家空军用几架老式的鱼雷轰炸机炸沉了三艘意大利战列舰。 金雷尔认为在珍珠港不太可能发生,因为飞机投掷的鱼雷需要下沉75英尺才能浮上来,而珍珠港的平均水深只有40英尺。 山本56考虑的就是用鱼雷轰炸机作为袭击珍珠港的主力,他当然知道珍珠港的水比较浅,但是和美国作战必须大胆果敢。 袁田石被任命为第一航空舰队航空参谋,他驾驶着飞机轻松着箭,向一旁的袁田美金雄介绍这架新式的零式战机。 后者被任命为第三航空队参谋,这群人被司令官山本为以重任,言谈举止间生气勃勃,昭和的气息扑面而来。 强调一下我本人不是今日,在当时再优秀的日本军人也是侵略者。 夏威夷陆军总司令肖特中将正在视察机场,他觉得飞机没有必要停在跑道边上,岛上有13万日本人,潜伏的特务悄悄溜进来,可以轻松的把停在外面的飞机炸掉,于是命令把飞机集中停放看管。 企业号航空母舰的哈尔西司令劝说金梅尔上将让自己的企业号不参与大西洋巡航。 扮演哈尔西的演员詹姆斯·惠特摩尔,另一个被我们熟悉的角色是肖申克救世中老迈的布鲁克斯。 山门五十六主持的会餐上,绰号甘地的参谋黑岛归人没有参加,黑岛正躲在自己的舱室中,光着膀子,坦胸漏乳,专心钻研珍珠港的作战计划。 在他的喃喃自语中,观众们可以得知他初步决定采纳原田石的方案。 在金梅尔上将的贯公室,他收到了马丁将军的建议,敌人有可能在周末的黎明进攻,马丁将军希望用180架B17飞机白天进行360度的搜索。 金梅尔上将认为这是纸上谈兵,国内都没有这么多B17飞机,他有些忽视了夏威夷地区缺少空中巡逻的力量。 和渊田美金雄指挥的日军飞行员相比,哈尔西斯林对海空演习中的飞行员只摇头。 由于缺乏巡逻飞机,肖特中将对于新架设的雷达非常重视,不过雷达站需要架设在山顶,而夏威夷国家公园不同意给军方许可,让肖特觉得非常扯淡。 在日本的海军省,山本五十六和吉田善吴刚刚参加完作战会议,上头已经决定进攻中南半岛,对此山本气得直摇头,美国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联合舰队不得不加紧准备。 美国海军总部的情报科里克莱默和布莱顿截获日本大使馆的电报,日军南进准备进攻中南半岛,因此美国政府对日本断绝贸易,实施全面的禁运。 肖特中将和金美尔上将收到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将军的命令,并不预料日本有敌对的行动,建议他们进行有限的预防措施,并不预料和有限预防是什么鬼。 虽然后来这两位将军为偷袭背了锅,在电影中他们实施了相关警戒措施,派出了空中和海上力量巡逻。 日军的战舰上,在山本司令的主持下,黑岛归人正在向高级军官们展示作战推演,而总参谋部想要让联合舰队由原本的六艘航母改为三艘航母加三艘战列舰。 黑岛强烈反对过时的大炮巨舰主义,强调空中力量的重要性,这引起在座战列舰指挥官的强烈批评。 中将南云中医认为,此次行动过于冒险,一旦美军有防备则必败无遗,山本坚称珍珠港必须要打,讨论的重点不是要不要打,而是怎么打。 在随后公布的作战意图中,日军根据珍珠港地形选择了路尔岛的相关地点进行投掷鱼雷的模拟训练,经过一番改造,鱼雷可以在潜水中投掷并命中目标。 而在夏威夷这里,雷达站因为许可证的问题,没有设在最理想的山顶,不过现在好歹是架起来了,两名大兵一问三不知,没有实践的经验,就算发现情况,也需要跑到一英里外的加油站打电话。 飞机集中放置的做法,其实让很多人担心敌人的突然袭击,戴维森将军命令泰勒和威尔中尉坐上飞机去欧湖岛的机场待命,将军的目的是,一旦有变,就命令飞机到附近的机场疏散。 在东京的首相府里,禁卫首相询问山本司令,一旦与美国开战,情况会怎么样?山本坦言,坚持一年没有问题,时间再长就不好说了。 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里,野村大使与国务卿赫尔的和解协议,东京方面迟迟没有表态,他担心日美之间战争无法避免,尽管野村数次提出辞职,东京不仅不同意,还委派了第二个大使来七三郎协助和谈。 山本56在作战会议上宣布,11月26日舰队将在丹冠湾集结准备起锚,预定于12月8日展开攻击。 不过目前,日美双方正在华盛顿举行和谈,一旦谈判成功,此次行动将会取消。 手下的军官纷纷表示反对,山本提醒各位,一旦开战,美国将会是日本所遇到最强大的敌人。 海军情报科里布莱顿和布雷默根据截获的情报,日本政府希望不晚于11月29日结束谈判,同时来自英国的情报显示,有五艘海军运兵船从台湾向南进发,他们猜测日本人将会进攻美军。 布莱顿的推测得到了国务卿赫尔与作战部长史听生的重视,史听生准备向总统罗斯福汇报。 12月2号,联合舰队的六艘航母在风雨交加的海上收到了山本五十六的行动命令。 这里的新高山指的是台湾的玉山,收到电报的南云中医命令各舰,按照原定计划执行。 夏威夷的肖特中将这里,马歇尔将军的命令含糊不清,这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 不可避免的,美国希望日本方面首先采取越轨的行为,但此项政策不能解释为限制你们的行动。 海军也收到了日军将要进攻菲律宾、泰国和克拉半岛、婆罗州的通报,但这里没有提到珍珠港。 金美尔上将命令启业后和莱克星敦号分别前往中途岛和威克岛,派出飞机侦查日军的动向。 金美尔希望航母快去快回,标准的flag已经升起,常驻珍珠港的另一艘萨拉托加号航母正在加州的圣地亚哥检修。 南云中医收到了最新情报,此刻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有6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以及莱克星敦号航母,另外两艘航母不知去向。 12月6号的中午,布莱顿找来布雷默,他们收到电报,东京准备向日本大使馆发送一份长文,总计有14部分。 上个星期,布莱顿的情报让大家都吓了一跳,在他俩的对话中得知,之前海军跟踪的日军航母此时却消失了,这6艘航母实际上已经抵达了夏威夷海域,甚至可以收到当地的广播了。 冤田美金雄有些扫兴的说,莱克星敦号5日起航,港内一艘航母也没有。 截止到6号晚上,布雷默截获了第13部分的电讯,东京说最后一部分在早晨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日军的飞行员们兴奋的一遍遍演练轰炸军舰,围拢在一起,辨别这些军舰的名称。 妻子开车带着布雷默,试着将收到的情报递交给总统,可惜并没有直接见到总统罗斯福, 情报只是由相关人员转程,海军情报局的威尔金森认为还没有收到完整部分, 没有必要先惊动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 布雷默最后费尽见到了海军总司令斯塔克,他已经和总统谈过了, 总统以个人名义向天皇发了寒电。 在夏威夷这里,当地空军收到了命令,隔天早晨, 有12架B17飞机从加州飞来,美军的沃德号驱逐舰在附近海域执行任务, 这是年轻的舰长奥特布里奇第一次担任舰长出航。 12月7号的凌晨,南云中医向全体官兵宣读, 联合舰队司令的训令以及天皇本人的胜训, 希望激发起各位将士勇猛的作战精神。 南云中将没有重复勉励的话语, 而是升起明治38年东乡司令官升起的Z字信号旗, 在当时,这面旗帜的意思是皇国兴肺在此一举, 全体将士奋发努力。 在华盛顿7号的清晨,布雷默在家中接到电话, 布莱顿通知他收到了最后一部分电文。 下午1时整,你们的时间准时将政府的答复转交给华盛顿方面,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大使刚刚收到罗斯福总统的寒电, 他立即找到外交大臣,要求立刻觐见天皇, 然而东条内阁对于罗斯福的寒电完全没当回事。 布莱顿收到最后一条东京发给日本大使馆的电报, 内容是收到第14部分电文,就毁掉密码机和一切密码本。 日军的飞行员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 向神明起伏,希望任务顺利。 布莱顿紧急赶往参谋部,此时马歇尔将军不在家, 星期天他会准时骑马外出, 收到最后一份电文的布莱默也紧急前往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的办公室。 日本驻美大使馆收到电文, 命令他们在下午一时准时向美方递交召会。 在斯塔克将军的办公室里, 所有人都认为日本人即将对美发动战争。 不知斯塔克将军出于何种考虑, 没有提前通知夏威夷的金梅尔上将, 而是准备先向总统汇报, 镜头对准日历的特写渐渐放大。 1941年12月7号, 这一天将会永远改变世界的历史。 好了,以上就是经典战争电影《呼呼呼》上半部分的内容。 电影这一部分, 从39年山本56接任联合舰队司令到41年12月7号发动偷袭前, 将整个事件的历史背景与前因后果一一做了交代。 可以看出随着日期的推进, 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密集, 给人一种山雨欲来, 风满楼的压迫感。 欲知后事如何, 请您锁定我的频道。 喜欢的话, 请您订阅、点赞、分享和转发。 关于电影的讨论, 请在下方留言。 我是张馆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感谢观看。